Yo 這是尼導演的A.D.A. 帶你環球世界道路飛到 我是阿達 今天我們要拍攝運降美食 那我們來到的是七堵車站 我們每一次都會找一個車站 然後一出來不是就會排計程車嗎 對 我們就直接問司機大哥 這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那我們直接來到七堵 我們沒有去基隆喔 我們想說基隆就是大家應該 太熟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想說 從一些支線打 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 那邊就是計程車乘車廁所 就直接出發嗎 你很緊張 阿哥可以坐嗎 沒有 阿哥不好意思喔 我們第一次來 我想要請你幫我推進一下 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今天是那個虱目魚 虱目魚 虱目魚當然是虱目的 喔好耶 還有咖哩麵 咖哩麵 咖哩麵叫什麼 咖哩麵就是 都沒有招牌啊 沒有招牌 第一次問一下都知道 這麼巷子類的美食 對對 這兩次有米 好 好 來了來了 整片耶 然後它是整片無骨的虱目魚 這樣子的完整性 這樣子 我覺得有料喔 而且聽說它是直接是去跟 台南的師傅學的 然後我覺得要看一下這整片 哇幾乎無骨的感覺太好了 然後剛剛那個阿姊跟我說超燙很燙 會濕掉 重點是它的虱目魚 選的也非常好 我覺得它是選那種 魚皮比較厚一點 它那個QQ的感覺超棒 而且它滷肉飯這邊滷肉飯最便宜多少錢你知道嗎 只要1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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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住這裡有飯吃 飯的15塊吃 好爽喔 好爽喔 一點點黏嘴巴 但是還好 因為有些人會怕那種比較油膩的 但這個我覺得是剛好在中間的 然後口味也不會偏甜偏鹹 我剛剛有問 然後在這邊最推薦的 然後很有可能很快就賣完的 是這個 魚皮 沒有在菜單裡面 這樣一盤也要100塊 但是很爽 欸 滿滿的skin耶 一秒到台南嗎 對 而且它加一點那種 醬油膏就是要吃甜 醬油才是吃鹹 就加一點醬油膏 好 有道理對不對 有道理 魚皮不一點 大哥真的推薦得很讚 很棒 所以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 第一家運醬美食打卡成功 請丁開課 這個距離好像不需要做建設 可是我們的中指就是要做 對啦 我們要做計程車 因為這其實就在七組車站對面而已 哈哈 這個市場真的很多 好吃的很多人在排隊 我們剛剛吃完這個虱目魚 我對剛剛那個很好奇 你不會覺得嗎 就是沒有招牌在咖哩麵 還有一家的 咖哩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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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名字 咖哩麵 都沒有招牌啊 沒有招牌 要不要招牌看 這種是不是 走過路過不能錯過 大手小手 齊心往裡走 哈囉 可以啊可以啊 你知道有個咖哩麵在哪裡 你知道嗎 咖哩麵 有聽過嗎 在前面 前面嗎 好我等一下去找我看 因為裡面是太多 好 謝謝喔 掰掰 我要答吧 嗨 咖哩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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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咖哩麵多少錢嗎 40 40欸 真的假的 很猛欸 40很便宜欸 我剛剛是猜的欸 我想說你會這樣子講 應該就是太便宜了 對啊 只此一家絕無分店 對不對 吃一下吃一下 太酷了吧 就這樣 一坨 你看它那外面有一大盆的 它直接這樣幹 所以你就自己把它拌開 就 哇 這個 我手軟 喔 好暖 等一下喔 我湯到大慕斯 喔 這個湯已經有感覺了 60年的老店 剛剛旁邊的大哥說 這個店年紀跟我們一樣大 我想說 我60歲了嗎 沒有 他說他開店的時候跟我們一樣大 我剛吃下去天氣烤的時候 我會覺得 好想再吃第二口 其實你知道有些東西會刷水 它這樣不是很濃稠 但它味道其實很重 怎麼聽起來感覺很適合配酒 市場啦 味道是要重視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直接獨立加配的話 你可以吃到咖哩豆腐 你可以麵裡面直接加啦 你看 好香喔 哇 然後醬一樣咖很多 我覺得好像要加個豆腐整個感覺會比較玩 但畢竟它才40分 你就可以吃 你就可以吃 這麼大一碗麵 哇 直接喝喝喝 這可以直接飲 可以直接喝喝 它應該是比較偏印度式 喔喔 比較偏印度式 不錯不錯 這邊也必須要來打著它 因為我全面好用 吃骨咖哩麵 OK 怎麼辦 沒想到會有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時間的問題 現在剛好中午12點 完了 大哥都去吃飯了 挫賽 挫賽 大哥回頭了 喔來了來了 大哥你有沒有 推薦附近有什麼好吃的可以帶我們去啊 風神白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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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起來太厲害了吧 哇 欸 牛婆啊 真的叫封神白戰機啊 哇 好中二的名字 我說實在 好酷喔 那用直接畫單子嗎 對啊 我覺得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們竟然來到了封神白戰機 我剛剛上網看 它很容易賣完耶 而且它只有開早上11點到中午 下午3點而已 基本上只賣4個小時 賣完為止 感覺我們剛剛那樣切很快 然後我們剛剛點的是 欸 雞腿太美 200塊 原本要點到400半隻雞 應該再笑一次 像個孩子一樣 像個孩子一樣 我太喜歡吃這種 而且你看到 有沒有看到它那個 哇 那個皮油亮油亮的 那個 辣椒醬油是得一秒 要沾囉 哇 你剛剛在晃的時候那個皮甩的那樣子 好動人喔 它大概借在那種 玉米雞跟土雞的中間 然後 然後辣椒醬油再提起來那個味 鹹香 哇 你看那個皮 那個Q度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他們說一定要點是這個煎仔麵 很可愛耶 兩片雞肉 然後呢 油麵 我先喝一口它的湯好了 我感覺他們的小東西是不是有一個大菜 它的麵很好吃耶 它就是 你喝一口它的湯 它有一點拉麵感對不對 它有一點澄清雞湯拉麵感 這麵也不是隨便的 難怪說這個一定要點 你看它菜單它東西其實超簡單的耶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東西 然後它本項都是自己點 然後它粉乾很多人也點 我想說就給它試試看嘛 但我覺得這粉乾我光看了 我就覺得它應該是有料的 然後這個就加一點澄清雞湯 欸 很甜 哇 它粉乾做得很甜 喜歡吃粉乾的人我覺得可以點一下 你是敢吃的嗎 你好像就是不敢吃的 不敢吃的 哦 它的內當味道 當然是很重的喔 就是吃它內當的味道啦 但是真的很甜口耶 它處理得很好 到嘴巴裡面基本上就是 你咬兩下再頂一下 它是怎麼化開的 咬兩下頂一下 麵配個雞其實就差不多了 我看奢侈一點都這樣 因為最便宜的雞小份的 好像是一百一百五 兩個人來吃啊 兩個人頂一下 然後兩碗麵然後一盤雞這樣 剛剛好 是不是很爽 超爽 超級嫩 一口咬下去就直接斷了耶 超屌的耶 真的是不用什麼咬耶 很容易遇到BUG 對啊 怎麼辦 大哥 可以幫我推薦一下 七肚這邊有什麼好吃的啊 我去基隆的耶 沒基隆的喔 對啊 不要不要去基隆 他是不是想摘我去基隆 我感覺高紀律 很明顯很明顯 大哥你好 我想問你 我們來基隆第一次啊 這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你可以載我去嗎 臭瓜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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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瓜仔是什麼 它是半條做的 而且它是用豬的 湯是用豬的頭骨去炒的 你進去的時候很臭 可是吃完的時候根本就不錯了 真的假的這麼厲害 頭骨肉湯 頭骨肉 頭骨肉 切的切的 對 好 謝謝 頭骨肉 他很怕你忘記 對 真的還臭 真的 真的有一點 這種味道 我第一次來有什麼推薦的嗎 第一次來啊 對啊 我們幹嘛去吃龜啊 對啊 為什麼叫臭瓜仔 臭 我們的高湯 高湯 這真的臭嗎 有 你有聞到臭嗎 有 各位我覺得真的要來吃的話 要有心理準備 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 你一定要現場來感受一下 那個環境真的 味道剩一下就上來了 而且不是那種 不是臭豆腐那種浮乳的味道 我剛剛問他 他就說是他們那個湯頭 真的熬煮太久太久的話 產生的這個氣味 但是你聽說 吃的時候就不會了 對啊 湯 它裡面還有附這個 大腸 很不錯耶 不枉費 它那個湯汁在那邊 它很濃郁 好濃郁 好濃郁 然後濃郁到頂天了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哇 都因為好瘋狂喔 司機大哥 好特別喔 然後這次司機大哥 一推薦一定要點的豬頭肉 哇 好嫩喔 哇這個 好像拍的感覺 它很紮實 它好嫩耶 好嫩喔 好嫩喔 這個超級嫩 超級嫩 超級 它那個 咬下去那感覺已經不是肉的嫩度 筋 它那個筋的 就是我一般吃有些是會 那個東西會很濃郁 我會咬起來就是有這個 這個是軟的耶 就很像那個牛筋煮那種煮到後面很軟的 可是它這個是比力道之外 這個豬頭肉真的是厲害 我還在習慣 這個味道 對不對 你一定要自己來吃吃看好不好 透霉彩真的是有料 你有聞自己的衣服嗎 臭的 還有一點味道 我想情侶如果剛交往或者是約會的話 先來這間 就可以感受到它那個 幽默的程度 我覺得你在勸分耶 勸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真的謝謝七度運獎大哥 好不好 如果觀眾朋友 如果覺得哪邊的車站要我去挑戰的話 拜託留言告訴我 直接去問一下那邊的運獎大哥 又沒有運獎啊 又去吃飯 又去吃飯 好了 希望各位分享一下 訂閱和訂閱和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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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